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英國學術界對於香港高官的撕柴行動 可以說是一浪接一浪 最新有消息傳出 英國政界中人預告 下一個將會被撕柴的 就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 今天在Twitter上預告 說下一個遭到英國學術界撕柴的 將會是鄭若驊 而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也說到 說接下來 他們便會促成倫敦大學 褫奪鄭若驊的荒誕榮譽 在今年7月初 英國保守黨的下議員Bob Seeley 曾經去信過倫大校長 要求他檢視 以及移除鄭若驊的院士銜頭 大家注意 這個院士並非名譽院士 而是根據鄭若驊的專業資格來頒授 好 這個Bob Seeley 議員認為 鄭若驊是直接促成了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而且還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的人權 鄭若驊實請 在1981年的時候 在倫大獲得土木工程的學士學位 1986年的時候獲得法律學士學位 現在正在做倫大國王學院的院士 這個院士價值 絕對含金量 比起林鄭的高得多多聲 因為林鄭本身也不是什麼專業人士 沒有考取任何專業資格 反而鄭若驊的履歷就不同了 敲下去可以說是困困聲的 當然這裡撇除了他的人格、品德 這些是不計算的 只是單純計算他的學歷來講 而且鄭若驊在加入特區政府以前 他本身每個月 據報導所說 東周刊18年的報導 他每個月找到七位數字 最少百多萬 所以我自己認為 他的履歷絕對是優勝於林鄭 因為林鄭本身如果不是打政府工 他就不會拿到四十萬一個月 他做行政長官才有 他在私人市場 有沒有人請他成問題 如果單就市場就業價值來算 鄭若驊一定是優勝於林鄭 當然你說現在搞到這一刻 又被人制裁 那就另作別論 現在還要被培倫德推動 要幫他撇柴 這件事的犧牲就比林鄭更大了 因為這個院士銜頭和林鄭那個 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我認為 好了 有報紙就去問 律政司司長的新聞秘書 鄭若驊就說 不作評論 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評論 是不是 你主動退又不是 你被他撇柴又不是 被人撇柴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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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作為一個上流社會的人 竟然要遭受到這樣的待遇 但是你主動退又不是 因為這個院士銜頭的價值 對於鄭若驊來說 就是一個肯定 因為肯定了他的專業資格 肯定了他的工作能力 就不一樣 林鄭那個 林鄭那個 只不過是因為他做行政長官 人家說得難聽一點 他叫做給面子派對 如果不是做行政長官 他分分鐘不會頒受一個名譽院士給他的 他加入特區政府都這麼多年 又不見他做社會福利處處長的時候 別人給他 又不見他做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別人給他 所以總的來說 如果這個消息真的屬實 鄭若驊真的會遭到輪大撕柴的話 總之他的犧牲就會大於林鄭 哈哈哈哈 我們又要看看 劉兆佳和佳叔 他前兩天 是否去了NOW的電視台受訪 他提到一件事 如果美國持續制裁香港 就是會令到 特區政府的官員的人選 都會成為一個難題 其實鄭若驊正正是一個負面教材 他本來在私人市場賺錢賺得好 加入了特區政府之後 俗語說的叫無緣無故 現在被人撕柴 油志可 你撕柴也算是肉酸 幸好現在還未有什麼制裁措施出台 是會直接損害到金錢利益 如果不是 那就更糟糕 當然 現在要退回這些名銜 或者被人撕柴也好 其實都等同於 那個感覺就是小禁忽肉一樣 但是 反映得到這位佳叔 他真的是所言非去 不過 我想也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找那些委內瑞拉 朝鮮、伊朗那些官員 去做個比較 就說 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保障之下 就沒問題 哈哈哈哈 那你拿這些例子 會不會更嚇人 當然 大家會看到 很可能會影響到商界背景 或者是專業人士 對於加入特區政府做官 也會有猶疑 這個肯定 是不是? 前居可鑑 人家當然會想 這個正如佳叔自己也是這樣說 好 接著我們再看看 關於總商會的總裁 梁兆基 他今天就出來說 特區政府將會在世貿組織投訴 他沒有說投訴誰 其實就是投訴美國 因為較早之前 美國就說 你那些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 你不要寫Made in Hong Kong 你寫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 其實他也是求人得人 因為你飛機也要寫中國香港 你郵政也是中國香港 實情最好連你香港總商會 都改為中國香港總商會 那就夠了政治正確 是不是?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 批評 美國這樣搞一搞 就會令到廠商需要在短時間之內 加印或更改標示 產生了額外的開支 而在疫情之下 旋期又較長 部分未改標示的貨品 去到美國的時候 可能已經超過了45天的寬免期 會導致商品進不了境 對商家造成損失 據他了解 就說 美國單方面要求香港更改 就是明顯屬於違反慣例 特區政府會向世貿組織投訴 和澄清事件 當時他說的 就說得好像大條道理一樣 我們也免得駁斥他 當你說的全部都適合 問題就是 若然特區政府真的去世貿組織的框架 那裡投訴的話 是暗藏陷阱的 如果大家有看我如何批評邱騰華局長 那段影片 我都說過了 喂 到底你香港現在在世貿組織的 獨立會員的資格是怎樣來的呢? 喂 你當然對內就經常說 這個是憲法賦予的 這個是基本法賦予的 唉 你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本地的理解 但是國際的理解 顯然就是不一樣 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定 就說所有成員都需要在對外貿易關係 和在參與世貿組織事務上 享有完全的自治權 是full autonomy 不得受到所屬國家的干涉 才能夠保持成員的身份 意味著一旦大陸政府在經貿層面 是私家干預的話 世貿組織其實是有權取消香港的成員身份 另外來說 在97年的時候 我們說過了 時任的 廣督彭定康致涵了給世貿組織 就說香港在97年7月1日之後 將會在世貿組織裡面 維持一個獨立的會席 法理基礎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的高度自治 是會成功地落實的 問題就來了 當然你說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行穩志願成功落實 你對內港都可以 當時人家承不承認你 就是一回事 當時你如果去世貿組織的框架 去投訴美國的話 到底美國會有什麼反應呢? 以特朗普的性格 是否坐在那裡讓你投訴呢? 他會不會這麼愚蠢呢? 若然他又去反投訴 去反操作 去提出要檢視一下 到底你香港是否仍然有資格 擁有一個獨立的會席 到時怎麼辦? 豈不是拿來搞? 那是不是等同於拿石頭 打自己的腳呢? 到時是不是變相攬炒呢? 當然 美國的反操作未必會成功 但是你拿來搞 還有啊 特區政府的官員也好 或者商會的代表人物也好 經常口口聲聲強調一個數字 就說香港輸出往美國 真真正正本地生產的貨值 去年只是大約36億而已 影響很輕微的 不停洗腦式說 影響很輕微很輕微 但是你的反應就很激烈 你那個反應和你所說的影響 是不相稱的 說到影響輕微 感覺大概都好像比蟻咬一樣 一隻手指彈走他 就是了 要不需要勞私動眾 去世貿框架那時候投訴 若然李國真是反操作的時候 而他又操作成功 那你又偷雞不到蝕渣米 你經常說香港的單獨關稅區 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是哪裏哪裏賦予 如果世貿裁定了 你根本上 現在是不擁有一個獨立會席的時候 那等同於 這個獨立關稅區都沒有了 分分鐘會 那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特區政府的官員 到底有沒有做到一個通盤的考慮 好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